继T-PASS 1200通勤月票推出后大受欢迎 为了照顾在基隆上班上学的民众 基隆市政府也在10月16号正式推出288定期票 民众购买的情况如何带您一起来关心 后面上是基隆二性公车循环站 来来往往的通勤族大部分都是利用大众运输工具来回奔波 他们对于通勤月票的感受是最直接的 你知道基隆是有推出288的定期票你知道吗 知道我有用那个288的方案 那可以问一下就是你大概一天的通勤的费用大概是多少 你可以算一下吗 大概是300 400左右 对因为我是从基隆火车站开始公车搭搭到学校的话 然后又回那个深奥坑路老家就是来回至少超过三四百 对大概三四百 那你身边的朋友或亲戚有在有知道这个方案吗 他们知道这方案 您是否有买288基隆的月票 有 那您觉得这样子搭的费用会不会就是节省很多 会 那你可以大概算一下就是你一天就是搭的费用 原本的跟后来搭288有差在哪 呃就平常上学来回然后再加短车 然后就是288就变得嗯就是比较省钱 嗯然后比较没有花那么多钱 还有时间 那你身旁的朋友有知道这样的方案吗 有 您是学生吗 对我学生 那请问你有买呃基隆的288的定期票吗 有很方便 很方便可以大概说一下呃 因为因为我现在课的话就是周一到周五都会来学校上课 那有时候就是从火车站循环站啊或是在某个地方上车 用288可以到学校省蛮多钱 因为我现在用学生票然后做一班公车的话是9块 啊我一天要花36块这样 啊36 因为两班车 然后来回 所以这样算月票比较便宜 因为我有时候可能还会搭火车去别地 所以觉得很划算对不对 学市政府推这个政策觉得如何 就很好 赞 我觉得政策不错啊 对学生来讲就是 就是就是学生比较没有什么钱嘛 就就用这个方案去 做这个 车子 通勤的这个 对 比如我上班的话我可能就要从法院那边 然后做到那个 赞加百货 然后就要就要15块啦 或者是做到你喜欢站火车站 这样子啊来回 就30 对 所以一个月就是 而且我每天 对 每天都有在使用的话 他其实花费还相当高的 从官方数据来看 也是非常的乐观 根据了解 基隆地区对于288的通勤月票购买人数 也相当的踊跃 那我们预计一个月以内 可以成长到将近有5000到6000的一个市民好朋友来使用 这个288一个月票 我们会在明年度后年持续来推动 那交通部也针对这个公共运输的部分 后续会编列常态性的公务预算来补助我们基隆市 那我想问一下您对于这个基隆288的月票的方案您觉得它是否有符合就是节能减碳的政策呢 我觉得非常有帮助因为有些人就是觉得搭公车那个来回很昂贵 所以可能最后就是改骑车或是那个开车 这样子的话就是会造成就是排放量的环境不好 但是有288方案之后就是可以减能减碳 大家也会用大众运输去搭乘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方案 现场的访问民众来看 民众对于通勤月票的接受程度很高 比较过后确认都比较划算 所以这一个通勤月票的政策一方面可以帮助民众节省支出 另一方面也可以达到节能减碳的目的 算是双赢的政策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吴建新 基隆采访报导